各位法師 各位居士 大家好 我们继续一起研讨大致论卷十五 忍波罗蜜 忍波罗蜜主要分成众生忍跟法忍 众生忍在第十四卷 我们有提到过 恭敬 恭养我们的众生 我们要忍 忍欲望 贪欲 还有就是称 骂 或者是打 这些要忍入 这是属于众生忍 众生忍比较强调在于 内心的忍耐或者意志力的坚决 那法忍除了说忍风雨寒热这些需要意志力的忍耐以外 很多地方谈到 不二法门或者说无声法忍这个地方的忍它是属于知见上一种体认认可 所以这个忍有两种意志力方面的一个是知见体认方面的 我们上次提到法忍 忍 恭敬 恭养的法或者是称 老淫欲的法 还有入不二法门 还有讲义389页 瓜虎三忍非心法跟内心法 非心法有内外 外面 例如寒热风雨 内的话是饥渴老病死 这属于非心法 这个要忍 那么心法 比如说称慧 忧愁 疑 这属于不可意方面的这一类 我们要忍 那么可意方面的淫欲 焦慢 种种也要降服 这些 是属于心法 那么对于非心法 还有心法 二法能忍 安忍不动 这名为法忍 我们上次已经提到说 忍非心法 就是寒热风雨等等 其实 并不是说 我们供养人得到的福报 或者是称 老别人得到罪业 这些寒语 寒热风雨 种种如果说我们不能安忍 也会妨害我们菩萨道 内心起恶念 也会 有一些果报 感一些果报 这是属于 非心法的部分 讲义391页 我们看下面二 忍内心法 今天主要从这里开始 云和内心法中能忍 这内心法是什么呢 比如讲义的390页 第四行 心法中 这就是内心法 主要就是这些烦恼 称慧 忧愁 疑 淫欲 焦慢等等 这些我们要降伏 不动 降伏 心不动 不要被烦恼所束缚 这就是内心法中能忍 他只是降伏还没有断 这边论主回答 念不忍 则同凡夫 如果说断了所有的烦恼 那就没有法可忍 菩萨思维 我虽然还没有得到 种种烦恼还没有断境 如果我们不安忍这些烦恼的话 那跟一般的凡夫 就没有什么差别 非为菩萨 那么另外一方面 菩萨在思维 如果得到 把所有的烦恼 全部都很快地把它断境了 就像二圣那样子 把所有的烦恼都断境以后 他就不会再来三界 长久度化众生 这样的话就无法可忍 所以这里提到 主要有三类的人 一个是凡夫 凡夫是怎么样 他是所有的烦恼 没有断 被烦恼所欺负 一类是二圣的圣者 二圣的圣者 他是烦恼通通断境 可是他不来三界轮回 另外一类是菩萨 跟前面两个都不一样 菩萨 他不像二圣人 急着断烦恼入涅槃 他还会来世间 一直度化众生 但是他一直在世间 他的烦恼也不像一般的凡夫那样子 很出众 很旺盛 他也不是 所以他是取两边的特长 所以菩萨 他虽然像一般的凡夫 经常来世间 但不同的地方在哪里 凡夫 他是被烦恼所欺负 可是菩萨 他能够享有烦恼 那么如果是菩萨 跟二圣圣者的差别在哪里呢 菩萨跟二圣圣者 他不会有很多烦恼 来妨碍他 但是二圣圣者 他断尽了烦恼 他不受厚有 不再来世间 菩萨他只是相互烦恼 但是还没有完全断尽 那么讲菩萨忍烦恼 这个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 流祸润生 忍而不断 流祸润生 但是并不是说菩萨 他永远不断尽烦恼 也不是 他是到无声乏忍的时候 才断尽烦恼 那么到无声乏忍之前 因为悲心 他是担心说 悲心还没有完全具足 如果一下子用智慧 断尽烦恼的话 那么就跟二圣人一样 没办法长久来世间度众生 所以菩萨他开始的时候 他是想无烦恼 智慧 这种悲哲悲啊 慈悲啊 两个慢慢慢慢累积 累积到这慈悲确定 不会再堕二圣的时候 就是他不会再退转 离到相当的程度的时候 那时候才断尽烦恼 而悲至两个平等 悲至双运 断尽烦恼 这时候他不怕多二圣了 瓜虎二 忍诛结始 饥渴寒热 这是外谋君 结 这个是烦恼别名 死也是烦恼别名 结始烦恼 这是内谋贼 菩萨应当要破 内外谋君谋贼 来成果道 如果这些没有破除的话 佛道不成 底下谈佛的一个经历 如佛苦行六年 魔王来扰乱 插力贵人 就是在讲世尊 但是差力重 你只有千分之一的机会活命 你赶快起来 回去 修布施 修福报 你可以得到今世后世 人中或天上的快乐 那你想要求得解脱道 或者是佛道 那很难得啊 你不用再 再辛辛苦苦 白忙一场 徒劳无功 如果你不接受 我好言相劝 而一直还是执迷不悟 不起做的话 那我就要 带领众多的魔君 来击破你 那释迦菩萨说 那释迦菩萨说 我还要破你的大力内军 你这些外魔君 有什么可怕呢 那魔就觉得很奇怪啊 我有带外的大军 那到底我有什么内军 你会破除我的内军呢 事真就回答 内的魔君 主要是有贪欲 忧愁 这些主要是 我直没有断啊 这些烦恼都会有的 贪欲忧愁 饥渴 可爱 睡眠 不畏 怀疑调毁 称慧 还有力养 虚假的名声 高慢 轻蔑别人 类似这些都是烦恼 这些君众 压默出家人 被烦恼所欺服 菩萨如今用禅定 跟智慧的力量 来破除这些烦恼 能够成就佛道以后 来度脱一切人 菩萨于此诸君 虽然说还没有完全破 破除烦恼 还在修学过程的当中 但是呢 他用忍辱的方法 以忍辱为假咒 为假咒 等于是战甲 保护自己 还有捉智慧的箭 箭主要是真的破敌人 真正究竟 还是要靠智慧 直禅定的盾 是保护的 遮种种烦恼箭 这名为内忍 以下音论声论 忍烦恼不断 六亿 菩萨于诸烦恼中 应当修忍 不应该很快断尽烦恼 为什么呢 如果 悲心还没充足 而很快把烦恼断尽的话 那他的过失很多 就会堕 二圣的阿罗汉道中 以根拜无异 就变成教要拜中 类似这样的话 在《威魔经》 或者是《普理之良论》 里面有提到 菩萨怕的呢 他不是怕下地狱 他是怕 很快的断尽烦恼 成为阿罗汉 而没办法再发菩提心芽 所以 这里是 如果以《威魔经》 或者是早期《波尔经》 来说 那这样的讲法 就是主张二圣 无法回小向大 他们是主张二圣 无法回小向大 所以 比较怕 堕到二圣里面 一堕到阿罗汉的话 他们就称为菩萨死 就是 就没有希望 活不了了 要成活 没有希望 不过后来的《法华经》 《二圣可以回小向大》 有这样的说法 那二圣到底能不能回小向大 这是既古老又现代 一个重大的问题 各有经说的不同 大尊在后面的地方还会再提到 事故 遮耳不断 以修忍辱 就是 菩萨呢 他 不断尽烦恼 暂时把他遮止 不要让他作怪 但是 没有 把他断除 不遂解释 不会 被烦恼所摆布 这后面有一个比喻 就像说 抓了一个盗贼 把他关起来 但是没有把他杀掉 还可以叫他做做苦工 烧烧饭 这样子 可以利用他 那烦恼也是一样 烦恼就像这盗贼 先不把他断除 遮止 他不会妨碍菩萨的修行 那这个烦恼有什么作用呢 因为 菩萨他要在三界 度化中生 他需要具备两种生 一种生叫做 结业生生 结 心里有今天结 结就是烦恼 业 有烦恼造业 有烦恼跟业 而感得的 这个业抱生 这个叫结业生生 那正得无生法人以后 他已经断尽烦恼了 这时候叫做法性生生 他悟得诸法实相 以慈悲愿力 还有喜气 感得法性生生 这是大致人的讲法 所以目前所谈的 这个都是菩萨到无生法人之前 这个阶段 我曰 那怎么样 烦恼没有断 又不会受烦恼欺服 随他摆布呢 到底要怎么办呢 论主回答 正思为故 虽有烦恼而能不随 就要正思为 我们为什么会经常起烦恼 第一个烦恼没有断 第二个境界现前 有时候 很强烈的外境现前 第三个就不正思为 有时候境界没有现前 可是自己胡思乱想 也会产生一些烦恼 第二 观空无常相 覆次思为观空无常相故 即使有妙好的武欲 也不起烦恼 以下一个故事 譬如国王有一大臣 自己犯了罪 覆常起来 大家不知道 后来被国王晓得了 国王要处罚他 但是先考验一下 如果他能够成功的话 留他一条生路 国王就说 你去 带一只 肥羊 但是这个肥羊 不能够有太多的油脂 一般人 肥胖都是油脂多 但是他说 你要很肥 但是又不能有油脂 这样的养来 如果你没办法得到的话 他就跟你治罪 那这位大臣有智慧 他就抓了一只大羊绑起来 然后用草骨 好好的来养他 但是不是只有给他吃 吃好的草骨而已 每天呢 还用狼 三次啊 用狼来吓吓他 那羊虽然得痒 可是呢 胖没有油脂 然后牵着羊去见国王 国王叫人家 把他杀来看看 果然是肉很多啦 很肥 可是没有油脂 国王很奇怪啊 你怎么办得到 他就答以上事 菩萨也是如此 这个日三乙狼 是什么狼呢 无常的狼 苦的狼跟空的狼 用这三匹狼来吓吓他 令种种的烦恼 油脂 消除 肥的是什么 肥的是功德肉 就是我们福德智慧 这些要肥啊 该肥的要肥 不该肥的不能随便乱肥 那米南话有一句话讲 第一没有肥 肥狗的去 主本来该肥的 结果肥到狗去了 这个就是不该肥肥 那这里主要是 是在比喻什么呢 就是 这功德 功德是比喻肉 烦恼就是指 就是说菩萨即使他有中和好的五欲啊 但是不贪着 他吃 但是在培养福德智慧 而不是增长烦恼 主要因为他观无常苦空 但是一般的凡夫 他只顾吃增加烦恼 没有 没有思维无常苦空 结果福德智慧这些功德肉不肥了 肥了 油脂的烦恼了 所以我们要 思维 四日已过命以水减 如扫水已是有何乐 但临无常 甚入放异 瓜虎三 功德无量 心柔软故 菩萨功德福报无量故 心柔软 心柔软 这烦恼就不容易修忍辱 譬如狮子王在临终吼 有人看到以后 就叩头 请他怜悯啊 放一条圣路 其他的虎豹 这些小物 就是跟狮子王比起来 他们就算是小动物了 就没办法像狮子王那样子 为什么呢 狮子王贵兽 狮子王贵兽 他有智慧分别的缘故 虎豹见虫 这比起来 跟贵兽比起来的见虫 文词用的很美 不知分别故 那这里狮子王就比喻菩萨 菩萨他有智慧分别 有其他的小动物啊 他即使不把他吃掉 但是对狮子王来讲 并不会造成生命的危险 又如坏军 比如说战败的军队啊 如果遇到大将则活 遇到小兵则死 比如说战败的这些兵啊 那遇到小兵的话 小兵很高兴啊 一方面高兴抓到这个败军 二方面呢如果说跟他放着 没有把他处死的话 哪一天自己也会受到威胁 所以小兵比较容易去处使这个败军 那大将来说 那几个战败的军呢 在旁边走来走去 所以对大将来讲 也不会构成生命上的威胁 所以指大将则活 那这里在比喻什么呢 大将就是比喻菩萨 大将比喻菩萨 小兵 小兵就比喻二圣 所以如果大菩萨他功德无量心柔软 他只是降服这些烦恼而已 不一定要很快的把他断除 即使烦恼不断 他不会对狮子王或者大将构成威胁 所以忍烦恼而不断 寡五四 智慧力固 观称慧有种种诸恶 观忍辱有种种功德 所以他能够忍 修忍的功德 而断除称慧的 就是降服称慧的种种过失 寡五 慧众生固 菩萨心有智力 他有能力有智慧的能力可以断烦恼 但是他不急着断的主要原因 是为了众生故久住世间 重点是这个 知道烦恼是贼 事故忍而不随 就好像说菩萨把这个烦恼贼 把他抓起来 关起来 不令众议 不要叫他乱跑 而菩萨自己行功德 譬如有贼 以因缘故不杀 兼必一处而自修事业 这个庇域 这个庇域很好 这个菩萨 他 把这个贼 没有把他杀死 但是呢 这个贼他也不作怪 不会妨碍菩萨的修行 好 瓜虎六 实之诸法相故不随烦恼 不以诸解始为恶 不以功德为妙 就是说菩萨 他知道诸法实相空相 他不会说 这个烦恼是污秽的 就永远污秽 这个清净的 就起贪 菩萨不会做这样的分别心 所以 于烦恼他也不起称恨心 于功德 他也不起爱染心 用这样的智慧 能修忍辱 如记说 菩萨断除诸不善 即使是非常非常微小的 也能够跟他灭除 一点都不剩 大功德福无有量 所造事业无不半 这是强调福德 福德无量 能够成就很多的事业 菩萨大智慧力固 余珠解释不能恼 有大智慧 也不会产生种种的烦恼 他正在其他地方有一个比喻很好 就是说用五度来 就比如说在一亩田 用五度来做种种植株功德 那么用菩萨来断除种种的邪见 就像说一个人在插秧种田 种道这样子 插秧种道这些就好像福德 造作种种的事业 但是呢 会有很多的杂草 对不对 所以要用有一个人在除杂草 除杂草就像在除邪见 这个就需要大智慧 所以福德跟智慧 这两个要配合 也就是五度跟般若 那个要配合 以般若社导万行 而以万行庄严般若 世故能知诸法相 生死涅槃 就能够做平等观 因为有大智慧 知道诸法空相 生死也是因缘和合 就是观缘起 流转生死和涅槃 缘灭 他不会像二圣人 厌离生死另外心 心求涅槃 那厌离生死心求涅槃 结果有时候就容易舍弃 世间的众生 那菩萨用智慧能够 生死跟涅槃 世间及涅槃 做空平等观 能够集世间 观涅槃 就能够在世间 长久度化众生 也不会产生厌 厌世间 或者是厌离众生 不会这样 如是种种因缘 菩萨虽然还没得到 还没完全断尽烦恼 不过对种种的烦恼 能够降伏安忍 心不动 这就名为法忍 这段主要是谈菩萨在为正德无声法案之前 游或游或论众生 忍得不断 这段很重要 接着法忍 他是观法相 不一不义 或不一不二 底下接着谈 瓜虎四 就是 破义 不着一 这个义有时候是差异 或者是多的意思 一有时候是单数 有时候是讲平等 副次菩萨与一切法 知一相无二 那为什么说一呢 一切法可视相故言一 比如说掩世 他能够认识色 眼耳鼻舌生意 乃至意识 来了别法 这是可视相法 第二 一切法可知相故言一 这知 就是为智慧 谈到智慧 苦法智 苦彼智 知苦地 苦法智 你说一切我不来说 他就是知道欲界的苦 这种智慧叫苦法智 苦彼智 有的地方翻成苦类智 类 种类的类 苦类智 他是知色界 无色界 无色界的苦 这是叫苦彼智 彼类 知道色界无色界的苦 所以法智跟彼智 就知道三界的苦地 底下在谈苦极灭道 底下一直类推 灭地 灭地 就是涅槃 道法智 道彼智 知道地 另外还有世间的世俗智 但也能够知道苦 极 灭 道 还有虚空 非智原灭 隧切有部主张无为有三种 一个是涅槃 叫做智原灭 就是用智慧 简则断烦恼 这是属于前面灭地 的部分 另外两种无为 一个就是虚空 另外一个就是非智原灭 非智原灭 西空跟非智原灭中间有个顿号 非智原灭就是非折灭无为 非折灭无为 这是可知 一切法可知相 固原一 第三 一切法可原相 固原一 原 比如说眼是 我们可以见色 眼是 还有眼是相应的法 可以原色 这里主要是谈是 是 心是 所 原的对象 耳 耳是 这底下是谈是 耳是 耳是 即耳是相应法 圆生 意思类推 但是第六 的意识 它圆的范围非常广 意识即意识相应法 它不只是 圆意 圆法 圆意识 它也可以圆前面的 颜耳鼻舌身 也可以圆色声香味醋 也可以圆眼是 乃至 颜耳鼻舌身 身世 所以意识即意识相应法 它可以圆六根 六臣六事 都可以为意识所圆 所以一切法 可圆相 顾圆一 第四 一切法 各皆一 有人言 一切法各皆一 一负有一 名为二 就是一加一 就二 三一名为三 好 这是三乘以一 一个一个一个 就名为三 所以其实个别个别都是一 累计 二 三乃至千万 皆是一 而假名为千万 就是它一一的个体 一切法各皆一 好 第五 一切法中有相 故言一 一相故名为一 一切物名为法 法相故名为一 一切法有它各自的相貌 如是等无量一门破一门 破一门 它破差别相 但是它又不执着一 为什么呢 如果我们执着一的自信的话 一的实在的自信的话 那一加一就变成二 这些又 就会执着一 它会执着多 所以破一相 也不执着一 这名为法人 好 关乎五 破一不着二 破一不着一 后面的一 也代表多的意思 三四五以上 这分成两个小段 第一个是破一不着二 菩萨观一切为二 因为有时候为了方便 说明或者是方便 修行的观察 会用两类 来观察 或者分成两类 来说明 何等二 比如说内相 外相 内 并不是外 外不是内 这是 内外 为二 再来有相 无相 为二 还有空 不空 常 非常 我 非我 是 非是 可见 不可见 有对 非有对 这个对 是隔爱的意思 隔爱 没有对爱 爱是障碍的爱 有肉无肉 肉是烦恼的 别名 有烦恼 没有烦恼 有为无为 心法 非心法 心术法 非心术法 心术法就是心所法 心相应法 心相应法 非心相应法 心相应法 比如说有一些心所法 这都跟心网相应的 另外一部分 叫做心不相应行法 比如说生 住 易灭 之类的 所以秋波认为它也是 也是个实在的法 但是这些生住易灭 它是心不相应 这是非心相应法 如是无量二门 破一 可是又不着二 这名为法忍 底下破一不着意 菩萨或观一切法为三 比如说有时候会谈 下等人 中等人 上等人 或者说善不善 无忌 无忌就是非善非不善 有无非有非无 有见地段 思维段 无段 我们修道 它有见到 修道 无学到 那在见地所段 那是见到 他是见地所段的烦恼 思维段就是修 修 有時候講私貨 有時候講修貨 這是講私為斷 無斷 這對無學的阿羅漢來說 見貨修貨通通斷進了 不需要再斷 這叫無斷 再來有學無學 非學非無學 有學的聖者 無學的阿羅漢 非學非無學就是凡夫 豹 有豹 非豹 非有豹 這叫豹 如果依眾士分阿彼壇論來說 豹就是豹德的十一處少分 眼耳鼻則深 有豹如果說做了不善的 他會感的果報 如果無忌的話是無報 這裡有報就是做了不善 或者是善的有漏業 善的有漏 他也是會感的果報 這個稱為有報 其他的非報非有報 如是無量三門破壹 也不執著益 不執著多 這名為法忍 寡虎六 能信受三法印 菩薩雖未得五肉道 煩惱還沒斷進 不過對五肉的聖法 三種法印 諸行無常 諸法無我 那般幾境 這些法印 得到賢聖人 能夠自己親自了之 自得自之 菩薩雖然還沒有得到 但是他能夠信受 這名為法忍 所以這裡的法忍等於是 深刻的體認 信受三法印 這名為法忍 瓜虎七 觀實事難 就是實事無忌 不愛不失忠道 好 實事無忌是什麼 我們先看一下 因為後面會有 很長的一段 來 談實事無忌 我們看角度 實事三 何等實事難 就主張 這個外道的 或者是一些凡夫 的執著 有的執著世間 跟神我 是常住 不滅的 常 另外一類主張無常 又另外一類主張 異常 異無常 還有一類主張 非常非無常 這是有關常無常的四句 瓜虎五 瓜虎五 有的又提到 世界即我 有邊 或者世界即我無邊 瓜虎七 有的主張 一有邊一無邊 瓜虎八 主張非有邊非無邊 這是有邊無邊的四句 瓜虎九 主張死後 有神去到後世 有的主張不去 有的主張亦去亦不去 有的主張非去非不去 好 瓜虎十三 主張 命即是生 這裡是說 生跟神我 是相 等於是 生即是神我 那十四是主張 生跟神我 是完全別異 所以瓜虎十三 有的是翻成 命即是生 瓜虎十四 有的翻成 命義 生義 命 或者是神 這都是神我的別名 好 那這些 有人在問 到底有邊無邊 常無常 佛都不回答 這是屬於 不答的 這一部分 好 我們會看本文 瓜虎七 余十四難 不答法 四種回答裡面 肯定答 分別答 反問答 另外一類 自答 放置的字 自答 就是不答法 裡面談到的常 無常等 這 這些都不合乎實相 都有所執著 於這些法 觀察外 不失中道 能夠有正確的理解 只有名為法任 好 底下 舉 監獄經 的一個故事 如意比丘 對於十四無際 他對 這世界 到底有邊無邊 長無常 死後有去不去 這些人 非常好奇 思維觀察 不能通達 心不能忍 有一天 他就 帶著一波 去見佛 跟佛下最後通牒了 如果佛能夠 替他解答這個十四無際 讓他心開一解的話 他就繼續當佛的弟子 他跟佛說 如果你不能為我解答的話 對不起 我要跟你說拜拜 我要另外找人 找人 修醒去了 佛就告訴他 癡人 你剛開始 來的時候 有跟我 預先約好 定下盲約 說 你要回答我十四無際 那我才做你的弟子 你有跟我事先約定這樣子嗎 他比丘說 並沒有 佛就說 那你為什麼 之前來出家的時候 你沒有時間約定 今天 會出這樣 嘴巴說這樣的話呢 如果不回答我 那我就不做你的弟子 那佛為什麼不回答 我為 這個我就是世尊 佛並不是在 談世界有變無變 只是 細論而已 所以 佛真正的重點 佛真正的重點 他是為了老病死 來說法 要救度 眾生的老病死 這個十四無際 這十四無際 是鬥爭法 與法無益 那只是細論 你不用問其實也沒有什麼關係 如果 如果為你回答 你心裡不能夠了解 到死還沒有辦法 了解 不能夠脫離生老病死 底下這比喻非常生動 譬如 有一個人 被毒箭射中了 他的親屬 就趕快叫醫生來 希望把這個箭拔起來 為他塗藥 結果這個人 他說 稍等一下 你這個箭還 先暫時放著 我要先知道 到底是誰 來射中我 他叫什麼 姓什麼 名字叫什麼 不只這樣子 我還要知道他的親屬鄰里 還有父母 到底是幾歲 這些要先調查好 再來拔箭 把這個箭取出來 我還想知道這個箭 到底出自何山 什麼山裡面採下來的 到底是什麼材質 木材 什麼羽毛 而做這個箭頭 那個尖端的 到底是什麼人 這是什麼鐵 我想要知道這個公 是什麼山木 什麼蟲角 我還想知道這個要 是何處生 叫什麼名字 這些我通通要聊聊 知悉以後 那才允許你 會有拔箭 出箭 來塗藥 佛就問比丘 這個人他有沒有辦法 知道這種種的事情 然後再拔箭 比丘回答說 如果要等到這些東西知道的話 早就一命無福了 所以 知道這些 清理 或者是弓箭 種種種 這個就像十四無忌 可這個不是最緊要的 佛言 主義如釋 這個獨箭 世尊這裡比喻得非常好 箭是什麼 是斜箭 我們斜箭的這個箭 它不只是箭 它還有毒藥 這個毒是什麼 是愛 是愛 我們會輪迴 主要是貪愛跟無名 好 所以 你被這個斜箭 跟種種貪愛 這樣的毒箭 所傷 已入乳心 已經命在旦夕了 那本來 你是想要 來做佛的弟子 能夠 拔除這個斜箭的箭 去除 貪愛的毒 可是 你今天 卻不想 出箭 反而 想要求 盡 世間長無常 邊無邊等 你想要了解 世界 世間是長無常 有邊無邊 你想要知道 可是 可能從畢生之力 到命中之前 都還沒有 辦法了知 那你的慧命 根本就 就失去了 與畜生同始 自投黑暗 這個比丘 也是很有利根 聽佛 終於開示 慚愧 身是佛語 極得阿羅漢道 父子 菩薩 欲作一切智人 一切智人 就是佛 佛具有一切種智 具有一切智 一切種智 因推求一切法 知道他的實相 對此事無際 不治 不愛 知道這個是心重病 能出能忍 這名為法忍 瓜虎八 佛法聖身 清靜為妙 闡明種種無量法門 能夠一心信受 不疑不悔 這名為法忍 瓜虎九 如佛所言 諸法雖空 可是這種的空 他只是無自信而已 沒有自信 不會說 常駐阿 獨一阿 主宰 所以雖然講空 但是不落入斷滅 所以諸法雖空 亦不斷亦不滅 諸法因緣相緒生 雖然是講因緣相緒 但是他不是常駐不變 他是因緣相緒 就好像燈 就好像燈 燈燕 前燕非後燕 但是燈相緒 這樣子 諸法 雖然 不必不必主張 不必主張有一個不變的神我 不必主張有一個不變的神我 但是 這個因緣相緒呢 也不會 失去醉福 就是 醉福因果 還是 會隨因緣相生相緒 一心念請 一心念請 深諸法諸根諸慧 轉滅不停 不至厚念 從心來說 他也有生住易滅 從身 也有生老病死 那世界 也有成住壞光 智慧 種種都是 欣欣生滅 那雖然是無常 刹那刹那生滅 亦不失無量世中的因緣 也 因緣果報不失 種種五運 十八戒十二處當中 你說 色運 就是我嗎 不是啊 色獸想一世當中沒有我 十八戒十二處當中 也都是 空無我 眾生 不了解 無常空無我 卻執著 而輪轉 於武道中 受生死 如是等種種 甚深為妙法 雖未得佛道 而能夠信受不移不悔 視為法忍 這主要是在觀 諸法因緣生 不落入斷 不落入常 好 瓜虎實 上求佛道下化眾生 了知諸法實相故能忍 阿羅漢必知佛 不畏生死 希望早點入泥盤 菩薩 他 他的目標是要成佛 還沒成佛 想要求佛的一切智一切種智 上求佛道 想要得到佛的一切智 下化眾生 他也怜悯眾生 欲寥寥分別之諸法實相 在這當中能夠深切的體認 這名為法忍 問曰 那怎麼觀諸法實相呢 諸法實相 並不是說有一個實在的什麼 不變的相貌 事實上實相就是空相 答曰 觀之諸法 吾有 瑕系 沒有什麼瑕疵 空隙 不可破 不可壞 這名為實相 問曰 一切語言都可達 可破可壞 為什麼說不可破壞 視為實相呢 答曰 以諸法不可破固 佛法中一切言語道過 心形楚面 我們經常形容涅槃是什麼 心形楚面 言語道斷 即使一切法 沒有實在的生 沒有實在的滅 如涅槃相 心形楚面 言語道斷 會以故 若諸法相實有 那就不應無 如果是自信實有的話 那就永遠存在了 如果有個法 先有今無 不應 詞